车依旧是很多 这个新安服务区 离上个建门关服务区 80多公里 还是比较远的 中间也没有停车区 这一路还是有惊无险 看到了多次车祸 就在我身边 看这个低顶的V80 也是床车 横着睡啊 刚问一下警察同事 这个车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也是五座 我那也是五座嘛 我说您看 它这个结构跟我结构差不多 警察说一点事都没有 看这三辆车都是东北的 全部都是床车 并不是在找它的事情啊 都说改得好在学习 都在做饭 这三辆床车 这边是全顺 然后是大通V80 这边是大通的啊 这个大通的话 它宽一些嘛 它就可以横着睡啊 横床 就比较省位置 全顺的话就是竖床啊 路上自驾游的真的很多啊 就刚刚的三辆床车 大车 有一辆啊 那个没有人 我就不知道了 其他两辆都是退休之后啊 出来旅游的两夫妻 所以说大家想出来啊 就出来吧 像之前有个网友问我啊 他说一个人啊 不敢出来 问我怎么去找这个就是路上的同伴啊 我跟他说你上了路之后啊 自然啊就碰见了就有了 他说那网上就是没有上路之前先约几个 我说我没有约过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约 说真的你到路上之后呢 可以说是大把的同伴啊 在城市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就根本没有那个环境 大家都是忙来忙去的 走路都非常快 出来之后呢 你看各种自驾游的 所以说你想出来的话 就赶紧出来吧 晚上七点钟 服务区啊已经饱和了 看到没有 从这里进来 不让进啊 你加油可以 加完油就走吧 这个服务区啊还是有点小的 所以说不让进了 如果说十一黄金之后你返程的话 路太远 中途要住服务区的话 还是早一些进服务区啊 我先把这视频编辑了再吃饭 估计吃饭又得七八点了 现在已经九点钟了 还是吃面条 中午炒的菜还剩了一点啊 晚上继续老面条 晚上还是老面条 晚上还是老面条 味道不错啊 说实话也饿了 现在九点钟了 中午是十二点半嘛 吃的饭 吃完面条啊 再喝完这个面汤 再吃个麻叶 看个小视频 就是载就这个样子的 虽然说没有在家里舒服啊 但是各有各的舒服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穷游的四水年华 就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种 肯定是什么 是什么 这种肯定的 这个肯定是什么 是什么 的 我前面大概三四辆车吧 已经撞到了 看那人已经下来了 太危险了 我刚刚也是差点把别人的车给撞了 杀不住的 八九十一百的速度突然间就停了 完全走不动 这三辆车追尾 这个隧道里前面还有追尾 刚刚我也是有惊无险 我把人家车撞的话 不过我也有保险 这里还有前面是八辆 这里四辆 撞了一段火 这隧道里刚刚三辆 中间是八辆 第一次是四辆 这前面还有啊 哇 这里是三辆 根本刷不住的啊 真的一百的速度直接就停了 怎么刷 幸亏我在间隔服务区睡了一个小时 这个隧道离那个服务区大概就是两公里啊 如果说我脑子还是昏昏噩噩的话 估计也没有那么及时踩刹车 就刹车直接踩到死了 就踩到底了 我路上绿绿这个车祸也挺多的 但是心里啊从来没有想那么多 这个就在我前面可能是三辆车吧 声音我都听得到的 还是要慢一些 真的要慢一些 已经躲了将近一个小时了 一下都没有动 人都出来了 说真的大家看看 前面是个山偶 估计又进隧道了 估计还是隧道里出事了 看来我这个实席啊是贴对了 别人看见我这么大个车贴个实席 笨头笨脑的 也会让着点啊 分水岭 我前面这个大的红车 啥车啥的轮胎冒那个青烟 一股那个橡胶味 活的味道 现在才刚刚四点 这个天啊要跟黑了一样 这里好像刚刚下完暴雨 溅上来的这些都是泥 不是雨啊 刷也刷不干净 玻璃是荤的 新安服务区 现在已经五点了 进服务区了 刷暴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穷游的四水年华